全球委員會 service 大家好 我們這個panel的場次名稱叫 社群夢醒時分 我不知道大家是因爲這個名稱 還是三場主題而來 第一場它在講的 如果你期待是聽到八荒 那你可能會失望 基本上它會是從一個個案裡面 去談開源社群的參與者 開始跟經濟體 等一下可能可以談 那個經濟體是企業或什麼規模 這樣開始有合作關心的時候 裡面會有的一些 愛恨情仇嗎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這一段 那其實希望大家拉開來看 而不是看一個個案裡面的 每個人的細節而已 那第二個呢 其實是 碩論長出來的在談 也是社群 然後如何在公共參與的領域 特別是面向政府 面向社會 公民社會 他們的觀察 那第三場是 外國講者Matt 那他會談的 其實應該也是 身為公民科技 社群裡面的一份子 你如何看待 當技術進入到 不同領域之後 技術導入了之後 就好棒棒 OK了嗎 接下來下一步 到底要面對跟思考的是什麼 大概是這三場 那他們每一位 有20分鐘的時間 那20分鐘後 我們大概會有不到半小時 希望可以 大家跟幾位講者有一些互動 那我接下來就不囉嗦 因為我今天的角色是 做好一個稱職的花瓶主持人 所以接下來時間 20分鐘就給Kobe喔 大家掌聲歡迎Kobe 阿拉 嗨 大家好 我是Kobe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討論是 阿桂維希侯聽得通這個專案 先問一下 大家知道這個專案的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OK 所以 那來聽八卦請舉一下手 你們可以先那個門在那邊 可以先出去 其實這專案涵蓋非常多人 涵蓋非常多組織 其實這飾影從2017年年初一直到現在 其實快兩年一年半多 中間有成功的地方有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今天基本上就是把我所有經歷的飾影都攤出來 其實不是為了要詆毀某個組織或是企業 所以我先聲明一下 其實我最基本的出發點跟用意是希望說 這樣的案例能不能夠讓大家延續討論 然後讓社群個人跟企業之間合作一個可長可就的一種模式 授權聲明 那我目前是在勤大念博班 興趣又參與開源農業專案 阿龜維西歐電影通其實是2017年的公民科技獎助金的專案 那其實2017年有辦過兩屆嘛 其實阿龜的整個團隊 那其實廣義來說其實連續拿了兩次的獎助金 就維西歐跟阿龜治降 那在上半年的阿龜維西歐電影通 那我們是希望說透過物聯網的技術 然後透過資料科學 然後打造一個小農民可負擔的科技工具去輔助農耕這樣 那基本上是全開源的形式 然後讓大家都可以fog 然後再繼續使用這樣 那其實裡面包含了很多軟硬體阿農業阿資料科學 然後媒體的夥伴這樣 那這個專案其實主要想要解決的是 輕農進入農業的時候他會遇到哪些問題 譬如說農業進入的門檻過高 這門檻不只是技術上 然後可能也是設備上 然後第二個是環境監控設備很貴 就是你有辦法透過科學的方式去輔助農耕 那其實在從技術角度上 你必須要做一個環境的監控 那在傳統上或是在商業上 其實這些東西都蠻貴的 那它貴的原因啦 那我們在想說可不可以在 從Sensor角度來看 可不可以在精準度然後耐用度上面 然後也許便宜一點不是那麼耐用 但它至少有一個最基本工具可以使用這樣 然後其實大家就知道農業 它其實是有很大部分自然的部分嘛 所以如果你的氣象預報 中央氣象局的氣象預報 跟你的田區 它基本上預報出來的東西 那你沒有幫它使用 基本上好像沒有參考價值 然後勞力的浪費 這不只是尋天啊 那其實我們最近有一個社群 在做機器人柴果 那其實基本上也是 也是 也是 也是在這個問題的範疇裡面 所以有沒有辦法透過一個 開源機器人然後去中採收這樣 那其實整個專案 錄了大概半年 半年 其實半年都結束了 那其實我覺得真正精彩或是發酵 其實是在那半年之後 所以我上面的時間表 基本上是從2017年8月 然後一直到 到那個去年年尾這樣 所以 當整個專案結束之後 其實獲得蠻多響應的 所以開始有一些曝光啊 然後有一些 呃 演講啊 基本上 這上面都有這樣 然後就 不繼續講了 對啊 然後一直到 到今年的年初 然後發生了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突然 欸 早上看起來 而且早上7點40分 早上起來收起來 奇怪 怎麼怎麼怎麼怪怪的 就發現說 欸好像 好像 好像 在 在 就是在 社群跟 商業公司間好像有一些 好像有一些 那個 衝突啦 其實 呃 其實這邊大概在 呃 不好意思 我這邊在 呃 回到這一眼 就是說 在整個 2017年下半年 其實很多的 很多的 媒體啊 或是 展覽 然後 找 基本上找團隊人去演講 那除了這之外 其實有很多 商業需求開始 開始 跟我們講說要合作幹嘛 對啊 然後 我覺得 可能這個是一個 就是一個 開始一個關鍵點 就是說 當 有商業利益的時候 那你社群的人 怎樣組隊 然後一起去 一起去 滿足這個商業需求 那 當你沒有辦法滿足的時候 然後 社群內部 或是一個組織內部 開始有 衝突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 協調這一部分 這樣 那我覺得 比較可惜的是 呃 我覺得基本上 在沒有完全 充分溝通的情況下 然後就被離開 但我覺得 時候想想 這個 滿 呃 某程度上是可以理解 對啊 但我覺得滿可惜的 對啊 那其實 呃 這件事情發生在2017年的 呃 呃 今年1月18號 然後在1月19號的時候 其實我在自己的Facebook 就大概 自己 自己對自己 呃 自己對這件事情 有一個看法 就是說 呃 就對我個人來講 其實我不在意被推出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 比較可惜的是整個 整個群體社群 然後對整個這個專案的 性能造成的傷害 因為 阿貴武器有體驗通 這個基本上是 我覺得 很大一部分 他是外部的人 就是一般的人 然後進來貢獻 然後甚至推廣 他並不是純粹的 商業的 商業的專案這樣 那如果 一間商業公司 就是 突然間 就 沒有很清楚的 沒有很清楚的說明說 欸 我們想要轉向 轉向上商業公司 然後可能 部分不開源 我覺得 如果清楚跟大家講 我覺得這個可以理解 但我覺得 在沒有充分的情況 就沒有充分 說明跟溝通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一點是 比較可惜的 就是對 呃 信任造成傷害 然後接下來是 我個人是比較 沒有辦法去 接受的部分是 呃 商業簡報跟提案 就是 呃 就像剛剛講的 就是很多一部分 很大一部分其實是 大家 貢獻 然後出來的 但你在 自己的官網 或者是在很多商業提案 基本上沒有提到這些員作者 或者說你的 呃 你的 來源 或營養來源是什麼 其實 這邊是 做的比較 做的比較 我覺得比較不足 啦 ok 對啊 然後 另外部分 可能就是 在感測器上的 密 因為其中有部分是 田間感測器嘛 就是監控 呃 農地裡面的 農地裡面的 一些 資訊 那 這代也是我進入 這個專案的一個奇蹟 就是說 因為第一代是 信仁 信仁就是 呃 一個科技農 他基本上全開源 那我大概看到他第一代 我覺得做蠻土炮的 所以我覺得 欸 我自己有 硬體的經驗 有軟體的經驗 那基本上我就跳進去幫忙 對啊 所以從 第二代 然後做到第三代 然後 基本上都全開源 可是在 今年吧 今年年初 然後發現 他們號稱 研發出的第四代 田間感測器 那我覺得 比較奇怪的是 呃 第一個基本上 呃 你是商業公司 然後延續社群的一個專案 然後 然後 下去 命名 那你前三代 呃 是不是 呃 鑑別度可能沒有人大 是前三代 也是你發明的 就是你發展的 這樣子 那是不是開源 呃 目前是沒有看到 任何 那個 研發的 source code 或什麼東西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這部分 也是 我覺得是比較有爭議的部分 就是在 產品的命名上面 OK 所以 這邊 大概整理一下 就是說 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 主要有幾個爭議 就是 第一個 呃 組織管理 因為其實社群是一個非常 非常 它沒有辦法 明確定義的 一個組織 它不像社團法爾 或是公司 它有一個明確的 組織章成這樣 那其實社群 比較鬆散 但我覺得 在沒有 就是在沒有 嗯 溝通的情況下 然後 剔除部分成員 這樣 然後社群 轉為公司的品牌 那我覺得 這部分 我覺得 也是蠻值得 蠻值得 討論的 那另外 就是註冊商標 那 其實 台灣有 呃 台灣或是在 事業上其實蠻多 開源的社群 那其實在註冊商標的 註冊跟使用上 其實都有一定的規範 但在這邊好像也沒有 比較明確的 明確的 明確的解釋 這樣子 對啊 那商業使用 跟沒有明顯的鑑別度 因為在阿貴偉就 呃 基本上這邊有個粉絲專業 那今天在 今年 上半年有一個 就是他們有一個 命名的 活動 就是希望取一個新的名字 那其實 後來 就後來在 因為 這個有爭議嘛 那我們就請 開放文化基金會 大家來協調 就是說 可不可以是釐清一些爭議 那時候才知道說 呃 他們 改名 某一個程度上 也是 轉型成為 公社的品牌 這樣子 對啊 OK 那這就是大概 請那個 中間人 就是第三方 因為我覺得 社群的爭議 我覺得 要透過社群的方式去解決 那 走法律 我覺得那是最後一步 那 我們希望說 能夠讓整件事情 比較 比較好的 去轉換 對啊 所以 我們那時候請開放文化基金會 來協調社群的人 跟公司 這樣子 對啊 那大概就這幾個 幾個項目吧 對啊 對啊 就我們希望說 可不可以明確的說明說 阿貴魏秀聽得很通 呃 專案跟阿貴魏秀的差異 然後 如果你是 呃 就是 用 一樣用社群的名義 然後號召大家來參與 來貢獻 那可是 實際上是幫你 在做 商業上面的開發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不好 對啊 那另外就是獎助金的 文宣 那基本上 呃 呃 阿貴魏秀之前有拍一支影片 那 裡面的其他一個主角 姓妍他基本上是 因為 認同這樣的專案 開源專案 然後 認同這樣的理念 所以 所以才拍那支影片 那大家後來 在一些商業的 簡報或是提案裡面 其實都還是延續續用 對啊 所以我們希望說 這部分就不要再用 那另外是 社群保持獨立 就是說 呃 其實 其實 呃 他們公司在 呃 有參加VT 就是 好像國內的一個 創新創業計畫 那裡面其實有 有部分內容 大概是 講到說 社群是他們公司運運的一部分 那 基本上 呃 就 某個程度 商業公司去進行社群 那 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有點爭議的 就是說 基本上社群 基本上我還是希望他能夠保持獨立 不管是這個組織也 還是每一個個人 但我覺得 在某程度上 他不應該是為 呃 為某個人倍數這樣 所以 我們希望說 在這部分能夠保持獨立 這樣子 對啊 那最後一點就是一些協議啦 然後跟 呃 版本的 版本的說明這樣子 OK 那 主要爭議結束了 然後 所以我大概想從 另外一個角度來分析 呃 開圓社群這件事情 那 這 這大概是我整理的啦 就是 他不是那麼客觀的去 分析或解析 就 一個開圓社群的專案 大概 他大概會有幾個主要的角色 那第一個是發錢 那我們從Linus 或是Arduino 或是 最下面是台灣三個的 一個開圓專案 發起人 開發者 跟推廣者 跟使用者 大概就是開圓社群的一個 我是認為 這個大概是一個 比較基本的組成 對啊 那我們從Linus 來看的話 他基本上就是 大什麼 就是帶 然後 呃 開發者的話就是 企業或是個人這樣子 對啊 所以 他 他應該比較沒有爭議啦 就是說 我基本上大家都認同 這是一個開圓專案 對啊 那Arduino基本上就是企業開發 然後放出來給大家使用 然後放出來給大家使用 所以這大概是比較 就是在經營社群非常努力 對啊 那 社群開圓者 這邊其實有公司 有企業 那 推廣者的話就是社群 對啊 使用者也是 就是 掩蓋很多面向 對啊 那這邊想要講的 大概highlight幾個 幾個 幾個重點 就是第一個 如果你是一個 呃 個人 然後想要參與 一個開圓專案 那我覺得大概可以從這邊去觀察 就是說 第一個 他發錢是誰 那如果是個人的話 基本上就是看他的credit 值不值得你去投 就 值不值得你去投入 那如果你是商業使用的話 可能 其實Arduino 他基本上就是 就開圓做工的 然後給大家使用 那基本上 你只要遵照 他的措權條款 你去 應用將近 大概就沒有問題 那我覺得 這邊對比 阿龜的Credit很通 下午的話 他是 這個專案發錢 那同時 他也是一個公司的創辦人 那我覺得 這個身份 這個身份 我覺得也OK 那只是說 呃 如果是身為一個 企業創辦人 那你在面對 社群的時候 我覺得 是不是 基於一個 呃 就是說 你在基於社群的 態度 跟心態 大概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 蠻值得大家去思考 如果你是想要經營社群 然後讓大家去 使用你的東西 或者是 即使有 有開發者 然後進來開發你的 你公司的東西 那 某個程度上 基本上 你還是要尊重 這些開發者 因為畢竟這是他們 無色貢獻 這是我認為的 那另外 從另外一方面來看 台灣農業社群的一個 發展脈絡 就從 楊全大哥開始 那他其實 也來參加過去的 秘密的提案 那 他在宜蘭成功那邊 也 也 也 發起了一個社群 那這邊主要是 針對 實際的農物 就小農如果要去 增購種田 那基本上 他就是透過一個 媒合平台 然後引導你去 來種田啊 然後 大概一些 呃 你需要來一些工具 那 接下來就是性眼 那基本上 他就是 原本就是 社群 就軟體社群的人 那後來也是 轉到農業 對啊 對啊 那他爸就 就從LAS 然後到 Foundbar Taiwan User Group 對啊 所以這大概是 台灣農業社群的 一個發展脈絡 那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 他其實 呃 發錢基本上都是個人 然後也沒有創辦公司 對啊 所以 我覺得某個程度上 他其實 就是 代表一個 比較操然的地位 所以 我覺得 呃 這些人 其實 進到社群 大概也兩三年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呃 這是一個對比 啊 那另外就是說 個人的 就我個人的 呃 理解跟觀察 就是 一個個人如果參與社群 大概會 呃 大概可以分成 三個階段 那只是看你 呃 呃 就每個人停留階段不一樣 一剛開始大家會進來 大概就是因為興趣 那當你負責某活動 或是某職位 大概會變一種責任 但如果你打死不退 基本上你就 從被動變主動 大概會變死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這個大概是 個人參與社群的三個階段 這樣 對啊 OK 那如果你是一個開發者 那 如果你開發出來的東西 然後 想要 想要放出來給大家 我覺得這 這大概幾個步驟 就在幾個階段 就 你真的要開園嗎 對啊 那 呃 我覺得不開園 可能 可能 可能事情會容易一點 那其實你真的開園了 那有沒有準備被收割的 呃 欸 對 酒菜哏大家知道嗎 好吧 反正就被收割 對啊 那授權選擇也要注意這樣 對啊 那這是我自己的一個專案啊 就是 其實 呃 這其實也是延續阿龜 的一些概念 就是 基本上開園硬體 那從硬體到軟體都開園 對啊 那上一模式的話 就是可能就贊助辦 有硬體銷售 技術固 那為什麼開園 其實 呃 我覺得某個程度上 就對我個人而言 它其實是一種 呃 生活經驗的反射 就是其實 呃 我一夜哪來是 在仿良 然後種芒果 那其實從小就想要 透過自己的一些經驗 然後放著他們 這樣 那另外也是 現在 現在 因為 產業的M型化 然後 農民的資訊落差 對啊 這資訊落差 其實是一個工具上的使用 對啊 對啊 那最後其實我覺得 就是一個概念吧 就是 社群 企業跟個人 大概就彼此尊重 在互利公司的原則下 我相信 這應該就可以 呃 是一個可長可久的模式這樣子 OK 那我的 演講 就大概到這邊 這樣 謝謝 謝謝Coby 我現在看slider有三個問題 我們等一下QA在一起處理喔 不過 接下來 可不可以請下一part的講者 做一下你們的setting 那Coby的內容 第一個他是指出 一個鬆散 透過計畫組織起來的一個專案 當他要轉型 呃 公司是其中一種經濟體啦 也有可能是面對合作社 或現在在談各種地印下的設計 他該怎麼面對 然後第二個他是提到說 在這樣的計畫中 其實你要面對 技術社群要面對一個領域的話 你那個議題進去的門檻 還有 呃 像在農業的這個領域 他還有設備的投入 其實這都會是 當社群要轉換成下一個階段的時候 那前面的那些投入投放 要怎麼回過頭去看喔 那 我覺得他剛才在談的 他是從發起者 開發者 推廣者 使用者不同角色去提 那可能開發者你在挖坑跳坑前 在市前 你可以處理 然後他們事後是透過OCF做仲裁 那市中他剛才好像蠻提到的一個是 如何 呃 就是技術者還有貢獻者在裡面參與的 是不是可以在什麼樣的脈絡 即便他轉換成事業體 還是可以被呈現或被提及喔 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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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